好 完成 第二鍋是爺家 很漂亮啊 很漂亮 其實自己瘋真的不滿 我被這炒的 我好像是要餵魚 然後加蛋 兩位都是楊先生 一個花生了 我今天在烘豆子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我覺得烘豆子一點都不難 那為什麼 以前要把自己搞那麼 早安 10點12分 我們外面又在 我昨天兩點多歲的時候 躺在床上 怎麼會有一個燒焦味 然後我一直覺得 是不是我們鄰居哪一家失火 那所以我一直很警覺性 然後我就聽到我們樓下 不知道哪一戶 在打 打119 然後就聽到他在報案 他說 懷疑我們附近有失火 後來他們才說 原來是在松江路那邊 有一棟商業大樓起火 然後早上看新聞 是裡面有 可能是裡面存放離電子 那離電子整個燒起來 所以才那個煙啊 離電子燒起來 那煙是很醜 可能是因為這樣了 我住在南京復興那邊 其實隔了有一段距離 而且在房子裡面都還聞得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朋友 住附近昨天有聞到那個臭味 不過兩三點你們可能睡死 好來煮咖啡吧 10點13分 我現在的煮法有一點點改變 因為影片看多了 我發現有些地方我是可以調整 像這個加這個 這樣就很平 剛好這關卡 不然 Aaron 就是在煮得到 的是這個 好,早餐 這個佛卡夏鮮酥鮪魚加蛋 佛卡夏鮮酥鮪魚加蛋拿鐵 你知道像我現在煮這個拿鐵 因為我一天只泡一次 所以其實會很期待明天 明天有沒有進步 像我剛剛這樣泡 其實我是覺得不算成功 因為奶泡打太細 然後還有就是拉花的線條 不夠穩定 不過我覺得蠻好的可以進步 好喝 今天禮拜二 預計今天 我看今天有沒有時間出去拍點東西 如果天氣許可 我想去拍ND減光鏡 但如果天氣不好 減光鏡拍不上用場 那就算了 好,五彎 十二點三十三 今天有兩件 這一件是 兩位都是楊先生 好巧 那這位桃園的楊先生 他是寄他的板子過來 那另外一位楊先生是直接訂原木的六十 好,我們來改 先來看一下這個 桃園的楊先生 什麼顏色 欸 很新喔 喔 黑色 黑色的 黑色 桃園楊先生是黑色 所以,我們進來看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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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張陶瑜楊先生完成 第二張完成 好完成兩張 對都是楊先生 好接下來時間 來烘豆子 差不多 好現在是 1點59分 1982先鋒啃養 沒有用過這個盤子來露豆 好 倒數計時5分鐘 192度 很快要一爆 這時候 現在溫度198 溫度是198 一爆開始 一爆開始 吸引 好完成 第二鍋是爺家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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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自己瘋真的不滿 我被這場 2點49 去買點東西 1個花生 1個花生 2個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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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 8分 2個花生 1個花生 1個花生 2個花生 2個花生 4個花生 1個花生 那我們家因為兩個小孩都要考試 明年 明年都要考試 不是 明年 明年要考試 尤其我女兒下個月就會考 所以晚上他們還要上課 所以我們應該是在家隨便吃 那後來就覺得說 那種日子一天一天再過 像我還記得 就是小孩從小到去年 我們幾乎每一年 每一年的12月24呢 都會放禮物 那禮物是他們 可能最近有說想要的東西 或者他曾經說 要跟耶誕老公公許願 這剛剛烘的日曬月佳 然後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我發現小孩子好像也知道 沒有耶誕老公公這回事 但是他們也沒講 我們也沒講 就繼續演讓耶誕老公公送禮物這樣 但是今年 我感覺好像我老婆還沒準備 那小孩子也沒有提 所以今年可能 耶誕老公公就正式 退休了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 人家裡有小孩 你們還在扮演耶誕老公公 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忽然之間就覺得 好像沒有想要準備 沒有想要準備 沒有想要準備 好香 麵煎餅 古早味的叫做賣餅嗎 我都忘了 對 但我剛剛看他寫麵煎餅 對啊 所以 嗯 他覺得時間好快 我還記得小朋友小時候 從 不會講話 然後會講話之後 我們開始給他準備禮物 然後他們也不懂 準備禮物 那時候連我們家養的狗都有禮物 對啊 然後 越來越大一點點 開始就 會懂禮物 他很興奮去拆禮物 而且不公平耶 那你 那你跟耶代老公公說啊 沒有 我覺得耶代老公公 這個應該是你們兩個一起玩的 什麼 啊你怎麼 我看一看 裡面有沒有影片啊 沒有 那你自己去download好了 我打Nobody好了 你要Nobody 而且我在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耶代老公發瘋了 我記得那影片我都有拍 對 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反正 從2005年 應該2005年開始都有拍吧 對啊 連續拍好多年 每一年到這個時候 晚上就要叫他們早點去睡覺 然後剛剛講說 你要早點去睡喔 不然耶代老公他不會來喔 那他們就會去睡 那第二天早上很好叫 馬上跑去要找他們的 好 拿下去吧 我不知道你們家有沒有小朋友是這樣子 當然有些家庭沒有在過 其實 其實我們家也很 很 算是混合式 怎麼講 我們家沒有在拜拜 沒有在拜拜 然後也沒有信教 沒有 我都沒有信這些東西 但是 會去拜祖先 那個會拜 你說這些什麼Christmas 或者是 復活節啊 是幹什麼也不是很知道 但是就知道這一天應該 大家例如說要吃感恩節要吃炸雞 吃火雞 然後Christmas可能也是要 剛剛我老婆還在問說 那晚上吃什麼 餅瓜瓜 我說好啊可以啊都可以 今天晚上是不適合出去外面 總是覺得說 時間這樣過啊 又一個階段 那兩個小孩都要考試 很快耶 我以為如果明年考試18歲 18歲 還竟然 剛生出來小小的 我要去產房 生出來哇哇 那麼小 就轉眼現在是 18歲 很快 人生一瞬 那我今天 我今天在烘豆子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奇怪這種 因為我用的是RF300 然後我 我去年用過SR500 那個 樂風式 那我在SR500也有相關的社團 大家 弄什麼 省視 省視外杯 然後 改接銀皮 弄東弄西 那些東西再加下去 其實也不少錢 但是出來的東西 還是不是那麼穩定 你還要控溫 還要外接溫度計 搞東搞西 弄那一整組 其實花了潛心差不多 是RF300的錢 那自從我用RF300 我就覺得 這個 好簡單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接個溫度計 然後你看溫度計 重點你沒有用 那個artisan 沒有接平板 你光看溫度也可以 烘豆子 我覺得烘豆子一點都不難 那為什麼 以前要把自己搞那麼複雜 我還記得還要在那邊一直盯 然後轉 轉鋒利 一直調有沒有 那當然你說這樣烘出來的豆子 跟 外面用大機器烘的有沒有差 我覺得應該是有差 應該是有差 但是我們 不是營業用啊 我們自己在喝 我覺得這個水準 很OK啦 至少我自己這樣子喝起來 我覺得 可以 可以 這今天剛烘的 可以 所以 你的家 很多事情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我們人往往把它複雜化 對 就像說我最近講的Mini DJI Mavi Mini 有沒有 明明它很簡單 很compact 小小一台 早上就可以讓它飛了 然後不要飛太遠 讓你近距離可以做做自拍啊 團體照啊 或者你到露營區 升空啊 拍附近啊 就像一個還會飛的照相機 欸 這樣 這概念不是很好嗎 但是 有些人開始就要加 增高架啊 馬達保護蓋啊 然後 貼貼紙啊 不然就是 去弄 改電池啊 然後弄反光 那個遙控器加的反光板啊 就是訊號 訊號折射板之類的 目的是什麼 讓它飛更遠 然後呢 沒有 就這樣 對 我會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說 人真的是很奇 奇妙的 的動物 就是明明 你知道簡單就好 可是你都把自己 弄得很複雜 然後一定要經過之後 你才知道 其實簡單比較好 總之我是有感而發啦 我覺得 我現在的生活啊 工作 真的是很簡單 郊遊的往來啊 也是很簡單 好不好 我覺得很好 我每個人個性不同 我是很喜歡現在這樣的生活 可是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其實 我每天都在倒數 真的 每天都在倒數 我都會覺得 每天都在倒數 所以你會覺得 時間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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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擁有的時間 真的不夠 然後很多事情都想做 但是因為很多限制 沒辦法做 不管是財力的限制 或者是時間的限制 或者是兩者兼具的限制 你當人真的不同意 當人不容易 然後要簡單也不容易 好啦 五點多 我們宅配還沒來 我今天比較早 因為想 想要早點回家 我老婆好像會買什麼東西吃吧 晚上之後我跟他兩個吃 對 昨天 沒有我講 我早上有講 是我 我應該早上有講 好沒事 好吧今天就這樣 五點五 五點十四分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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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中 明天見 明天見 感谢观看